饭店副主厨游永安细心制作着母亲节限定蛋糕 基隆长荣桂冠酒店迎接母亲节 今年主打三款水果风味蛋糕 有红心巴勒为主角的红心皇后慕斯 以及铺满了满满凤梨的凤梨香芒起司 还有多种水果做成内馅的紫薯香芋蛋糕 让妈咪们能尽情品尝台湾水果融入蛋糕的好滋味 妈妈或是我们家人都会非常喜欢台湾风味 台湾水果 可是其实外来的旅客更喜欢台湾水果 那我们这次想说依当时当季的时令水果 来做我们母亲节蛋糕的一个主题 那这样子吃起来 第一个健康的概念一定会存在 然后再来它非常有特色 那大家都会觉得这个是一个 可以依照我们在地特色 在地风味去做成的这个母亲节蛋糕 它的口味就是说 特质就是说 去把巴勒子把它挖掉 它呈现它的果肉的风味 它的果肉风味吃起来就是有点酸甜酸甜这样子 在地人的喜欢就是说 我想说推出一个在地人的口味 你说基隆人吗 基隆人对 它就是用我们这个芋头 冰糖芋头下去提炼出来 对 去做成芋泥 对把它做成芋泥 芋泥跟水果去搭配 吃起来也是层次感也是很丰富 大的凤梨一颗 然后去把它熬煮成一馅 馅来把它勾成到起司 在母亲节前大家都会有非常多送礼的idea 但是我们想到说 如果能够在4月30之前订购这三款水果蛋糕 其实我们都会提供八折的优惠 那其实以饭店这样的精致等级来看 在打八折其实非常划算 那我们针对自助餐的部分 我们就规划了非常多像平日优惠 然后或者是说提前用餐 甚至到5月底来用餐都有每一天不同的优惠 那我们在自助餐的方面 也欢迎大家能够来多多享用 这个五星级饭店的母亲节蛋糕 用新鲜的台湾在地水果入线 色香味俱全 提供给有需要的民众来参考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看起来 说 这就是 那这就 我们在家的